俗哥说电影 不忘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恐怖片 零点零兆和 影片一开场 在一幢传说闹鬼的屋子前面 正在进行驱鬼的仪式 巫婆炮灰婶是这十里八岁出了名的办家 什么降妖风魔送河犯 通灵驱鬼电击汉 就没有她不会干 就连阎王爷也得给她三分不灭 屋里的鬼一看来者不善也不敢怠慢 等炮灰婶进屋之后 啪的一下就把门给关上 时间不长 就听见屋里的炮灰婶一声惨叫 把外面的村民全都瞎叫 有几个胆大的推门进屋一看 发现炮灰婶已经领了河畔 女主春花是一位能活见鬼的女孩 这个阴阳眼的特意功能是祖上传言来 她的姥姥和妈咪都是能活见鬼的什么话 铁锤一直暗列着春花 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甭管铁锤怎么适合春花就是不介绍 学校有个名为0.0兆和的社团 这个社团主要研究一些鬼啊神的灵异方面的玩意 之所以取名0.0兆和 据说波动频率达到0.0兆和之后 就可以还点稳了 这个社团的主要成员是 东梅 栓柱和狗盛 春花和铁锤则是刚刚加入的新成员 狗盛说这是在庆上北道的上周 是真实存在的兄宅 栓柱说在四年前 一个女人吊死在了这个屋里 据说这个女人精神上有点问题 女人死了之后便开始有传闻说 这个宅子里闹鬼 后来老百姓请来巫婆跳大神娶鬼 女鬼一怒之下就把巫婆给杀了 这是去年某音乐系的学生去那边游玩的时候 给女鬼画的像 非常的卡哇伊 我们0.0兆和2018年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去这个兄宅 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鬼 转过天 一帮作词小能手开着车 抢往上周式的兄宅 狗盛一直暗恋着东梅 可东梅喜欢的就是拴住 哎呀 爱情这种事往往就是这样 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永远都躺在别人的怀里 说白的就是习不都是别人的好 半道上几个人在小卖部买东西 顺便打听兄宅的情况 春花在门口看到一女生的鬼魂 走进了小卖部 小卖部老板听说 这帮人要去兄宅可下坏 老板说你们这几个小傻瓜 说归说笑归笑 可千万不能下空道 五个人开车来到兄宅 由于兄宅这边力气太重 当地的老百姓根本就不敢靠近 因此这周围野草风长非常地晃凉 春花一看就感觉到这是个是非之地 但看透不说透才是好朋友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 春花是一声没抗 这俗话说看热闹不嫌事大 她就是想看看到底谁是第一个领和犯 女鬼的坐骑时间是晝福夜出 如果不把她惹几眼 白天一般不出来害人 因此这几位不管怎么折腾 女鬼一直忍着没斗手 春花在附近的树林里瞎悬摸的时候 突然感觉尾巴根窜上一股凉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姥姥的鬼魂突然出现了 姥姥能不远万里从那边打车过来 说明这次的事是真不小 几个人正吃饭的时候 拴住说出了这次来兄宅的主要原因 原来人们在睡觉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鬼压床 也就是睡眠瘫痪的现象 颠簸是否会有影响 而实验的对象就是东梅 春花说此地凶多吉少 我建议大家赶快跑 可她的话根本就没人听 正所谓好良言难权该死鬼 春花也不说话了 只等着晚上看热闹 到了晚上 几个人把设备装好之后 让东梅躺在了地板上 要说这帮人准备的封建 迷信的玩意可沾不上 看着还真像那么回事 最后一向是背诵咒语 这整套程序 有个很高大上的名称 叫做降龄书 刚开始一直没动 到了后半夜 女鬼直接就附在了东梅的身上 女鬼一出现 春花马上就感觉到 栓柱和狗盛一看 东梅这情况也吓坏 还没等这二位反应过来呢 女鬼带着东梅就钻进了炉灶 至于为什么往炉灶里钻 电影里没说 咱也不能瞎猜 恐怖片的特点是 手机没信号还瞎不闹 栓柱说咱这次可是捅了马封锅了 再不跑可就跑不了了 铁锤你带着春花赶快上车 狗盛去收拾装备 我去救东梅 女鬼通过收音机说 你们都死定了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追到你们天荒地老 敢在我家里下午搞谁都没好 不过女鬼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没有马上把东梅给弄死 拴住从地板下面救出东梅之后 几个人开着车是落荒而逃 由于狗盛没有按照春花说的 把王狗给烧掉 因此埋下了隐患 东梅被送到医院之后 经过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狗盛为了挣钱 经常把社团拍摄的灵异录像 卖了某刀影 由于这次的录像不通寻常 因此他狮子大抬头 准备卖了好架 铁锤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梦 他梦见已经死去的哥哥 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第二天狗盛来到医院 趁着拴住不再就想猥胁东梅 藏在东梅体内的女鬼一看 气得是花枝乱颤的 心想这大天广众之下 也太不像话了 简直就是人性的 沦丧道德的放荡 作为女性 我一定要替姐妹们主持功道 于是气里咔嚓就把狗盛扎了 弄死狗盛之后 东梅也神奇般的醒了 到了晚上 栓柱刚想跟东梅问得闭 女鬼马上就不愿意 见了鬼的栓柱当时就疯了 开着车在公路上狂奔的 为了让栓柱走得不那么痛苦 女鬼突然在车前面一晃 栓柱惨叫一声 戏文当时有啥的情况 春花在狗盛拍摄的录像里 发现了女鬼的一些秘密 他意识到女鬼肯定还在东梅的身上 接下来女鬼又开始接铁锤的伤疤了 哥哥的死是铁锤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年因为年龄小 当哥哥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只顾着尿裤子了 根本没想到去施救 哥哥说别哭了装会花 既然你这么自责 那就上吊自杀了 眼瞅着铁锤要交饭票 春花刚好赶到 回果时来的铁锤说狗盛去哪了 春花拨通狗盛的手机 电话链声却从学校的游泳池边响了起来 狗盛的肉体在水上飘着 灵魂已经找阳王爷报道了 为了解决拍摄成本 发现尸体人并没忘记 铁锤和春花赶到游泳池之后 春花又接到了拴住的死去 而且更严重的是 铁锤和春花的脖子和胳膊上 都出现了和东梅一模一样的伤痕 春花说我那位当巫婆的妈咪曾告诉我 一旦被鬼给缠上了 这被子都摆脱不了 东梅说那咋办呢 春花说要想彻底解决这件事 那就必须按照恐怖片的传统套路 返回兄宅 三个人开车回到兄宅的门口 春花给他妈咪打了一电话 妈咪说你姥姥给我托梦了 说让我必须阻止你 春花说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这就是咱们这个巫师家庭的宿命 由于春花的功力不够 姥姥的魂魄浮在了春花的身上 春花特意跟铁锤交代 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 千万不要进屋 为了把女鬼赶出东梅的身体 姥姥摆下了著名的螃蟹阵 发誓要将女鬼给清蒸了 咱也不知道姥姥到底用的什么法术 反正就跟那儿不停的吹口哨 把女鬼吹得直想要尿 女鬼说你怎么能用 这种下三连的手段呢 雅鬼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要说春花的姥姥是真不含糊 一顿拳打脚踢就把女鬼给做梦逼了 不过这个女鬼非常的狡猾 利用超能力把铁锤给顾过了 铁锤这边刚回过城 女鬼的真身就出现了 三个人一看大事不好仨子就跑 铁锤一个没留人 就被女鬼攥住脚脖子 拖进了炉灶 哎呀我算看出来 这女鬼肯定是饿死鬼脱着的 春花说赶快把那玩偶烧掉 铁锤烧掉玩偶之后 女鬼也消失不见了 影片的最后 本想着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可没想到这个女鬼非常的狡猾 在炉灶里那会儿就附在了铁锤的身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食压经的 好后日子不去过 非得出门惹点祸 倒霉孩子太脑残 必须给他上一课